。 南韓超人氣女團 BLACKPINK18日於高雄國家體育場開場 不少藝人也到場朝盛 楊宥寧也帶著運氣MELINDA一起追星 楊宥寧在IG貼文甜蜜寫下 跟妳看的第一場演唱會 有趣的是杨宥宁发布的照片,影片,全部都是爱妻享受音乐,摇摆跳舞的模样 让网友笑呼,大家都去拍BLACKPINK,只有你去拍老婆 人家在看演唱会只有你在看老婆 韩国超人气女团BLACKPINK,18、19日在高雄市运竹场开唱,不少艺人到场朝圣 其中杨景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BLACKPINK唱跳,连一旁的杨宥宁也看傻 而杨景华也在IG晒出四年前参加BLACKPINK演唱会的画面 完全可以说是铁粉无误 而艺人和美,蓝蓝,舒子晨为了向偶像致敬 也直接在现场热舞拍摄其影片 而BLACKPINK演唱会,两天合计共9万张门票全速售完 即便交通局,已为演唱会大批散场人潮 设置年备接驳车及加开台铁、高铁等 但演唱会后散场的粉丝依旧相当壮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5點啊 怎麼會那麼早想來這裡 因為他說6點到啊 然後我怕他會及早到 然後我就5點來 妳春華有去聽演唱會嗎 有 妳回去有沒有睡覺啊 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想說我怕睡過頭啊 然後就5點來 就乾脆一直都沒睡 對 就想來送他們一程 對 這樣等 要等多久也不曉得 不知道了 因為昨天有警察說是6點 可是現在已經6點多 還沒開始 所以你5點鐘就來了 一個晚上都沒睡 對啊 太緊張了 你們是住高雄嗎 對啊 今天幾點來的 剛剛 大概幾點 6點 大概快6點 6點啊 昨天晚上有去聽演唱會嗎 有啊 昨天晚上這樣回去有沒有睡覺 沒有啊 爽到睡不著 就是怕睡過頭是不是 對 你覺得他們這次來台灣 你們感覺怎麼樣 很興奮喔 睡著完都沒睡覺 沒什麼睡 就是為了 要送他們回韓國 對 還有什麼 聽到你在那裡 沒什麼睡覺 진짜 那時候 拍照 衝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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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快去,快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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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